巴士界的网民大家早上好 我是记者嘉玲 我目前的所在位置是玉廊东地铁站 那么从我身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行人天桥 是进出玉廊东地铁站的这个远潮 目前呢正值这个早上的尖峰时段 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那么我是在早上五点抵达玉廊东地铁站的 第一趟从大市连路站Trasling出发的这个东向列车 是在早上五点四十二分停靠玉廊东站 那么在早上五点左右 其实地铁站是已经有大约十到二十位乘客 在等候搭乘第一趟东向列车 那么从玉廊东站往东去 东向列车下一站是金文泰 杜福和波纳维斯达站 也就是早前受影响的四个地铁站 四个地铁站是包括玉廊东站在内 那我们现在呢是在玉廊东地铁站外头 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德士站 其实这个德士站呢 刚刚我像在这边的这些公众了解了一下情况 他们并不是在等私照车或者德士 他们是在等这个公司提供的一个交通来接送他们 那么在早上五点左右 地铁站内我是看到有几名工作人员 看似他们是在聆听指示 过后呢就看到他们穿起了这个黄色的背心 准备要投入工作 我也在月台看到他们 他们就是相信是会驻守在各个的岗位 然后协助乘客为他们指引方向 那么月台呢也是有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的 那么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零六分 还处于这个早上的尖峰时段 那么刚刚呢在玉廊东站 我到站内观察了一下情况 过了早上七点呢 也就是早上的繁忙高峰时段 地铁站熙熙攘攘 加上这里是东西线和南北线的转换站 所以呢站内的乘客可说是接踪摩坚 那么我刚刚大概观察了一下地铁站内呢 有大约十位工作人员 所以呢乘客是一进闸门 其实就能够看到有工作人员举起指示牌 让乘客清楚的知道 他们应该前往哪个方向 到哪个月台搭乘地铁列车 在地铁月台呢 工作人员是每隔一分钟 也就是在早上七点过后呢 基本上是每隔一分钟 就会通过广播 告知乘客所有列车服务 已经恢复正常 并且呢感谢乘客的耐心等候 那据我在现场的观察呢 跟上个星期相比 目前这个情况 人潮是稍微比较少 也没有那么混乱 上个星期可以看到到处都有圆龙 今天呢基本上都相当有秩序的 那么玉廊东站呢 一共是有六个月台 根据观察 每个月台都有一到两位工作人员 那每当有列车进站的时候呢 这些工作人员呢就会通过他们佩戴的 这个麦克风扩音器啊 就高声的通知这个乘客 这趟列车是前往 金文泰杜福和波纳维斯打战的 避免他们感到混淆 那么在早上的高峰时段呢 站内的乘客在早上七点过后 尤其是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的这个时间段 站内乘客是明显多了起来 那么相信呢就是稍后在八点到一直到九点左右吧 这个站内的人呢会越来越多 不过呢目前来看这里是一切正常的 感觉已经恢复到和平时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尝试访问了几位公众 有乘客就告诉我 他们知道今天列车服务全面恢复 不过呢有人因为担心会有突发状况 而提早规划他们的行程比往常提早 大约十到十五分钟出门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是不担心的 他们认为这个列车能够照常运作 所以他们并没有额外留出时间 那么他们是就是前几天呢 当列车服务中断的时候 他们是有提早出门 但是今天得知这个服务全面恢复之后呢 就按照以往往常的时间出门上班 那么从玉郎东站呢往东去 下一站是金文泰杜福和波纳维斯大站 也就是早前受影响的三个地铁站 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 列车从玉郎东站 然后接下来经过接下来几个站的修复轨道时 会放慢车速 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来行驶 那么这也意味着乘客的车程 预计将会增加大约五分钟 那么受访的乘客刚才告诉我 他们并不担心 因为五分钟并不会延误太久 所以他们并没有太早出门 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玉郎东地铁站所观察的一些情况 那么更多有关东西线地铁列车服务的最新消息 记得锁定八世界新闻网